淮海战役被誉为三大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国共两党在这场战役中实力悬殊 然而毛主席当即决定派遣他自己的五位得力将领 而正是在他们五人的带领下 我党迎来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那么这五位杰出的将领分别是谁呢 另外解放军又是如何以弱胜强的呢 因为在战争中只要占据了中原地区 就基本上掌握了局势 因此在解放战争中 1948年的淮海战役 是三大战役中最为激烈的一场血战 1948年蒋介石开始连续失利 东北战场已经无力抵抗 在那段时间里 南京的蒋介石最常关注的是中国的版图 尽管一败再败 但他相信只要能够占据中原 就依然有希望东山再起 因此对他来说 淮海战役显得格外重要 淮海战役前夕 在华北解放区的平山县 有一个名为西百坡的小山村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平时就驻扎在这个小村庄里 这里的军委作战室内只有十几个人 许多关于解放战争 重要只是都是从这个小山村传出去的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之一 却在指挥着少有的大规模战斗 自从淮海战役开始以来 毛主席几乎没有好好休息 他始终关注着前线形势的变化 鉴于这场战役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规模 毛主席表示 六十万对八十万 这就像一锅加生饭 即便加生了也要吃下去 于是在深思熟虑后 毛主席最终选定了他心目中的得力干将 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素育、谭振林组成总前委 在毛主席的安排下 所有战役期间的重要问题 都将由他们五个人讨论决定 这五位将领之间从未合作过 而且这次的任务极为艰巨 因此解放军能否赢得 这场关键之战尚不可知 于是总前委的指挥部正式成立 总部选址在中国安徽省林焕镇 这个地方经过仔细的考虑和评估 但后来为了更好的执行维艰黄围兵团的作战任务 于是决定将驻地向前推进 最终我们选定了一个只有几十户居民的庄村 作为新的驻地 毛主席派遣他自己的五位得力将领 而正是在他们五人的带领下 我党迎来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那么这五位杰出的将领分别是谁呢 另外解放军又是如何 以弱胜强的呢 1948年11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做出重要决定 由邓小平 刘伯承 陈毅 素育 谭振林组成总前委 统一指挥前线战斗 针对国民党方面的调整 他们集结了四个兵团 和四个绥靖区部队 总计六十万人 部署在金浦路徐州 致邦步断的两侧 准备阻止我军南下 然而毛主席已经拟定了 最终的作战计划 淮海大战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这场战役对于我们 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 国家的存亡危机 首先战役的第一阶段 发生在11月8日 国民党方面的第59军 第77军在台庄发起起义 11月10日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主力 见面了国民党军 第七兵团的撤退先头部队 切断了他们的撤退线路 11月11日 华东野战军 在碾庄地区合围了第七兵团 11月22日 华东野战军全歼了 超过十万人的第七兵团 并击毙了该兵团的司令黄伯涛 随后进入第二阶段 对手变成了黄围 虽然中也有七个纵队可投入战斗 并且在兵力上也占优势 但考虑到第一战中的经验教训 刘伯涛决定等待素玉的增援 不久后 华野又派出了五个纵队 最终黄围的兵团被完全击败 在淮海战役中 尽管总前委有五位将领组成 但实际上 毛主席的五元大将 并没有直接交流 直到战役进行了整整一个月 陈毅 刘伯涛和邓小平三人 才与素玉在蔡敖村会合 实际上刘伯涛和素玉 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相识 只是抗战期间分割两地 这次会面让这对老战友得以重逢 但是在这个时候 总前委的五位成员 并没有完全到齐 直到12月7日 谭震林将军因公务 稍持才与其他成员会见 这一刻毛主席的五位 得力将领终于成功会试 此时总前委的五位领导 终于第一次会聚 也是整个战役过程中 唯一一次全员齐聚的时刻 毛主席当即决定派遣他自己的五位得力将领 而正是在他们五人的带领下 我党迎来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那么这五位杰出的将领分别是谁呢 另外解放军又是如何以弱胜强的呢 其实在会面之前 我们已经成功的包围了剩余的国民党部队 都于明集团已经陷入绝境 淮海战役的胜利已经触手可及 因此这次会议 不再讨论如何维艰敌人的问题 而是主要讨论渡江作战计划 和我们军队的整编方案 经过短暂的20天休整 淮海战役进入了第三阶段 1949年1月6日 我们向北包围的第二 和第十三兵团发起了进攻 在1月10日结束战斗后 徐州角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玉明被俘 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全被击毙 自此淮海战役正式结束 关于淮海战役的结果 国共双方都曾进行过战后总结 国民党军尽管拥有绝对优势 却被完全歼灭 无论是在战略部署 战术运用还是民心方向上 国民党军完全没有优势可言 这在交战过程中 国民党军出现了 对作战方案摇摆不定 犹豫不决的问题 并多次错失了撤退时机 同时也出现了相互之间不配合 协同不良的情况 例如黄围兵团东进尸 错失了战机 以及兵败撤退时 李尼第十三兵团的不协助和援助 导致了黄柏涛第七兵团被围建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相比之下国民党军内部 更多的存在着尔虞我诈 各自牟利的勾心斗角 任何一场战役的胜利都不是偶然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之所以能够在淮海战役 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 首先是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军队 代表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利益 因此在前线作战时 他们勇往直前 在后方提供给力的后勤支持 最终赢得了胜利 尽管五位总前委领导者 只有一次全员聚首 但他们在各自的指挥岗位上 通过密切的战场统筹 战略安排 以及与中央军委的紧密配合 共同创造了一少胜多 一若胜强的战场奇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